Reflecting to Selfless 對於減肥、增肌、減脂就是對你人生的refactor 其實你都有在做 那Servalest呢? 大家聽過Servalest嗎? 那你有沒有一個感覺 什麼東西是最讓你去體現什麼叫Servalest的嗎? Hey, go ahead 沒有我的事,你去做 那就是Servalest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呢 會更多的focus在一個比較廣泛的話題 歡迎大家來到今天這一場 我是Kim 那我在AWS工作大概快六年的時間 那我非常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呢 來跟大家多聊聊 關於整體系統設計在Cloud上 以及你如何去做你的系統重構的工作 那在開始之前呢 我想要請大家幫我做一個調查 這是一個Slido的QR Code 務必每個人都幫我掃碼去填寫五個問題 因為這個活動呢 是Driver Conference 但我的topic有點廣 我得確定大家的認知在哪個範圍 我比較好去掌握跟大家交流的訊息 OK 那我給大家20秒 複選 應該可以複選 對可以複選 大概在10秒鐘 大概在10秒鐘 也可以閉著眼睛打 也可以閉著眼睛打 OK 我們還有人正筆集書 我們等等再等一下 後面的夥伴這邊這樣聲音聽得到嗎 可以嗎 OK 謝謝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大家的這個統計結果 OK 今天在場的大家有大比例的夥伴是工程師 然後有沒有 有令人尊敬的角色 我喜歡 OK 其實因為太多元了 對嗎 我很難在這個清單列一堆 你選完都下課了 好吧 OK 那我們再看下一個題目 您有用過AWS嗎 好 非常棒 各位沒有用過 我期待我可以用最簡單的方式 讓你理解今天要講的主題 OK 好 你有聽過嗎 有 好 Maybe你是其他友商的使用夥伴者 然後 你用過AWS OK Terraform佔了大多數 CDK少數 Plumi 2% 起碼還有市場 OK 再來 你確定喔 好 這個跟那個Joseph跟浩晨講一下 這個活動很成功 OK 好 這個是今天的這個統計 OK 那我們回來囉 好 那其實Cloud呢 在做整個的系統設計的過程當中 我們經常會聊關於自動化這件事情 那自動化本身並不是大家在這幾年 談到這個什麼 所謂的Agile CICD DevOps 跟CID的Pipeline這件事情而已 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要追求自動化本身這件事情 福特汽車呢 在一百多年前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當時它在建構它的第一組自動化生產產線的Model T 不是特斯拉的Model 當時第一代的Model T的車子 是用一個完全自動化的生產線去組裝 所有的套件跟零件在一台車子上 那一台車子走到今年2003的現代 如果是汽油車 一台車的零件要超過一萬多個組件 用人要鎖到什麼時候 很難 所以自動化本身的目的是希望呢 去增加效率避免出錯 所以如果從這個視角回過頭來看 我們現在的應用系統設計 除了你在地端跑得好好的 以及你開始嘗試利用Cloud來做的話 那麼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如果你把自動化這件事情給拋卸的話 那就只是另外一個Data Center 那這裡的自動化 大家可能會猶豫就是說 自動化什麼樣做才叫做徹底的自動化 這個答案待會我們會讓大家更有感覺 首先講到自動化的話 在進入一道細節前我們先了解一下 要對於一個你要做的系統 或者是你要提供價值的應用 他在整個的歷程當中 應該有很多事要做 我們看一下哪些事情 在場都是純開發的工作的經舉個手 你只做開發其他事都不做的 用力的舉高 你應該要感到榮耀 因為非常的困難 OK 好 所以正常來說 在座的每一個人 你都會經歷過 應該要去開機器這件事情對吧 所以你要Provision機器的時候 其實都會有一些虛擬機器 或者是實體主機讓你做事情 而我們在座的大家 可能多半時候做的是 Web相關的應用 所以你會有一些low balance 甚至有一些API gateway 讓你去做操作跟配置 在機器上你要去部署你開發的應用程式 所以有一個deployment的工作 如果你是早期的Java的開發者 你一定考過一些認證 例如說什麼 SCBCD SCWCD 裡頭就有一個roll 叫做deployer的角色 專門在做這件事情 它很值錢 那除了deploy之外呢 你還要去想辦法組裝 這每個component之間的合作關係 合作關係這件事情 大家通常可能不會去意識到 直到你去面試的時候 經典的面試題 一坐下來什麼都不問 就問你說 請你告訴我 瀏覽器打開 訪問Facebook發生什麼事 裡頭全部是分散式的應用 全部是分散式的component 在那裡流動 你能夠了解多少知識 在這個組織的過程 然後你回答的越多 了解越多 恭喜你就成功非常進步 你要組合 什麼組合 你得知道細節吧 什麼東西跟什麼東西搭 哪些的訊息需要組裝 哪些參數需要提供 所以configuration變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 在做配置這件事情 我們在世代的發展中 有好多種做法 以前是寫什麼 寫檔案 再來呢 存Database 然後放記憶體 或者是什麼 System Property的參數 以至於到後來的容器有沒有 什麼Config Server 都來了 對吧 KBIS有Config相關的組件 這些東西 它都為了去做自動化的工作 要把這些自動化的事情做完呢 你想要每次都手動做嗎 不希望嗎 對吧 所以我們會希望把這一系列的歷程 讓它可以被廣泛的重複去自動的去執行 我們可以把它通過一些文件或語言的實作方式把它做起來 第一種方式呢 是以純文件為文本的模式的 然後你可以用Jason或Yaml來做 那麼早期呢 在一些常見的這些工具當中呢 有一些經典的 譬如說在B公司的CloudFormation或Terraform 就是這種類型 但這個東西是給誰看的 是你寫給機器看的 對吧 好 那還有另外一種呢 它可能會是通過Functional的Programming的方式去標註的 有其他的工具平台是非常適合這樣做的 所以像是有AppSharp啊 GCL啊 或者是Plumi這些東西去用 但我想在座的大家 可能會更希望用物件導向的方式去做 所以呢 你有其他的物件結構的方式來做這樣的自動化的配置跟設計 說到自動化的捕捉跟設計這件事情呢 不管你現在在用的是哪一種的基礎建設的配置跟描述的歷程當中 你應該會有一個感受 如果要將這一段的自動化部件的工作做得很到位 我必須了解那些Infrastructure的整個的結構 對吧 那它的結構其實是帶著領域知識的 所以它用物件導向的方式去做 會幫助你相對容易封裝 組件跟組件之間的關係 Dependency 相應的知識體系會非常的齊全 好 所以說呢 在這種場景下 IAC 它是現在大家所追求的 而B公司的一個工具呢 叫做CDK Cloud Development Kit 它就是一個這樣子的概念 Sorry 字有點小 它的概念是說 我可以用一行程式碼的描述呢 去告訴這個網絡環境 我應該要開出一個被安全切割出來的網絡環境 它直接就給我了相應的網段跟IP還有可用的空間 然後呢 我只要告訴它說我要開一台機器 有什麼樣的一個機器的配置可以告訴它 就用幾行字眼就把它做完了 這個方式 它想要達到的目標是 我每一次只要這樣做 我在任何一個區域 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開出同樣的機器 如果你不使用IAC 那麼你就必須在不同的帳號 不同的網頁操作環境中 不斷的去click input 這個是一個比較需要去關注的地方 那我們看到的這個結構呢 CDK它支援了諸多體系的語言平台 包括了Java Javascript Ruby Tapscript等等 這些東西的支持 那我們來再往下看一下 剛剛提到的IAC 這種infrastructure 它幫助你去有效的進行自動化這件事情 但事實上呢 它叫做的事情 可能不僅僅是單純的把code寫起來 講到code呢 大家可能會經常會想一個話題 過去我們做開發工作的時候 我們寫的production code 是在我的應用程式裡頭 寫的叫production code 但是如果你把你的身份換掉 你作為系統管理人員 你作為operator 其實你也在寫code 但你寫的code是什麼 showscript 對嗎 那有人關注過showscript 怎麼寫才會好嗎 可能不在這間教室 可能不在這間教室 但是 其實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你寫的程式碼 在做事情的時候 往往夾帶了非常多的責任 在你的程式碼當中 而你不知道 所以你的developer跟operator 之間的距離非常的遠 等一下我們會透過幾個案例 讓你感受 這個距離有多大 然後你怎麼去迷平這件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我們希望把諸多的自動化的工作呢 委託出去 不要讓自己去做 那事實上我們在追求的是一個 無伺服器的一個自動化的一個實踐的歷程 我們有這麼多的工作要做 剛剛有提到 其中一塊在於組合 所有的黏貼的這樣的組件的過程當中 我們有好幾件事情要關心 服務跟服務之間的通訊 我要怎麼去搭起來 然後是用同步化的通訊機制 還是非同步的機制 然後我要不要去關心整個的資料流程 這件事情 我們等一下要知道它 所以說 你要去知道怎麼去結合你的程式碼本身 所需要使用到的外部系統的通訊的時候 這個界線開始有點模糊 我舉大家都知道的 在你的Java應用程式中 資料傳進來了 你運算完了 你要存下來 這個時候大家都把這個年節的邊界給模糊掉了 因為你要去寫資料庫 對吧 但有沒有人好奇過 為什麼我一定要在Java Code裡頭 寫程式塞進資料庫 沒有人懷疑過 因為所有的範例都是這樣寫的 但是這件事情本身 你已經模糊掉了整合的工作這件事情 跟你的業務邏輯這件事情 它已經被綁起來了 可是現在有一些方式可以讓你去把這些外部的依賴 這組件的工作交給你的另外一個夥伴 你做Operation的人 可以在做系統配置的時候把這段做掉 那當然我不是說RDBMS直接可以這樣做 只是說這個Mindset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OK 好 所以說 如果既然這個邊界其實是模糊的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樣去推進到 這個無伺服器的重構的歷程 那在走進去之前 聽說最近很流行要講定義 那我先跟大家再reshape一下 從我的理解的知識 無伺服器的概念基本上它是說 你其實不需要去管你有多少的機器 你不需要去通過這個Telnet 去連進去去管它的Disk狀態 都不用 有人幫你托管 而且呢 你需要的資源的大小呢 也不是自己手動去開啟還繼續控制它 它是根據你的需要 根據你的Undemanding去自動的去拓展 然後重點是呢 Pay as you go 你用了多少的時間 運算時間 你就去付多少的錢 以及呢 它永遠都會是高可用性的 因為你不是自己持有一整個資料中心 而是有別人幫你托管好的 你只有需要的時候告訴它就好 所以大概的前提是這樣子 那我們再看一下重構這件事情 這個是Martin Fowler他提到的 在重構的時候 其實我想 重構本身它會需要關心的一件事 就是說在做之前跟做之後 提供的功能可以改變嗎 不行 那你為什麼要改 做沒錯不是一樣 那你為什麼要改 效能 還有嗎 大家還有其他答案嗎 Sorry 再說一次 可讀性 還有嗎 履歷啊 各位 對吧 你面試的時候 人家問你說 你有沒有這麼重構 沒有 對不起 下一個 這個是senior跟junior的困難 OK 好 所以我們把這兩個主題 Summerless跟reflecting 合併一起來看的時候 事情有點那麼不一樣 他說Summerless Reflecting呢 它是一種 基於一些總體的思考的視角來看 你的技術呢 去推進你的設計 怎麼讓它變好 更好的去做這個拓展 而且更好的去 把自動化這件事情做起來 有點模糊 我們來看一下一個範例 你就清楚了 這個範例是去講說 我們經常在做系統設計的時候 有時候你需要去發布一個訊息 到別的地方去 因為服務的設計之間 你沒有它的掌握性 譬如說你要發信給別人 或者是你跟金管會對接 或跟你跟LinePay對接 你能控制它的系統嗎 不行 但你要跟它做互動 我們經常會發布Message 或Cue的機制 我們來看這個概念 這個畫面上的這三個概念呢 它其實是一個 無伺服器設計的一個視角 因為簡單的來說 第一個是指的是說 當我們有一個應用的請求 從Client端發進來了 它想要去做一個 交易類型的工作 或者查找資料工作 都可以 進來之後 這個請求要有人接收它 去做運作 對吧 中間的這一個Lambda的概念 這個Lambda Function呢 它就是作為這個 業務邏輯的持有者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個黑盒子 OK 好 我把請求接進來之後 做了運算 然後希望告訴我的合作夥伴說 這件事情已經完成了 我發個信給你 請你幫我往下做 由於這個發布消息的模式 它其實是一個非同步的方式 所以典型場景下 你可能會怎麼樣 寫成檔案 請人去讀 或者丟到Cue裡頭去做 而在這裡我們用的一個 這個產品叫做 Simple Q Service 它就是一個可以讓你用Cue的工作 那麼在這裡 這樣子的概念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程式碼好了 好 我希望後面的人看得到 因為我不知道這個有點小 這個概念呢 在這段程式碼當中 它提到說 當我收到訊息進來之後 我透過我的這個程式碼的Handler 去收這個事件內容之後 我把運算邏輯做好 然後我需要將結果送出去 OK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它這裡開始在第三行幹什麼事情 去組裝 它接下來要去通訊的對象 對吧 我要連到哪個Cue 給它什麼主題 然後最後怎麼樣 通過Promise的這個方式 去把這個Cue的Message 送出去 這裡是不是有一點點開始 把整合的工作 放到我的程式碼裡頭來 which is good 因為你懂很多 沒問題 但是我們可以嘗試做一個方式 把這裡頭 跟我的業務邏輯本身無關的東西 把它給拔掉 讓其他的角色幫我完成這個工作 所以你看 如果你重構後的概念 會變成像什麼 我的程式碼負責處理這個 業務請求的這一個 事件驅動的邏輯呢 就這麼簡單 把處理完的結果拋出去 還回你的Client段 你的HT response 而剩下的這一段 去做澆水的黏著的 系統整合的工作呢 就讓我們的IAC的 這個歷程當中 把它給搭起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這裡 這一段的範例應用程式 它指的就是說 第一行就是new function 就是說 我有一個old pizza 這個function的定義 它是一個 一個需要被部署的應用程式 它是一個組件 然後呢 你可以去定義它 在它的最後一行 直接告訴這個IAC的環境 跟它講說 這個東西如果已經做完完成時 你請你主動的幫我 把這個lambda function execution完成正常的話 直接把結果派發到另外一個 sqs去 那大家會問 什麼叫做運算完成 對吧 那由於這一系列的體系 其實是基於Cloud的 一個應用場景的設計 所以它的判斷基礎是 根據HTEP的status code 200 201之類的 起碼不是403嗎 OK 所以它可以用這種方式呢 直接透過lambda function本身 有一個future 叫做destination 我這個服務被調用完成 這個黑盒子被執行完成之後 我就告訴它 你的下一站應該去哪裡 這兩個的差別在於 你是個黑手得做全部 以及右邊 我有更多的夥伴 在周邊圍繞著我的那一票operator的人 那邊做系統配置的 系統管理的人 它多了怎麼樣 多一點機會了解你的業務 該幹什麼 那也多了一點工作 如果你真的很忙 你可以考慮這個方式 OK 好 所以這樣子的做法呢 就帶來一些明顯的效果 我們並不需要把整體的 這些集成的工作 留在自己的城市 那最後看起來的樣子 就會像這樣子 請求打進來了 依然進到我的業務邏輯的 核心的這個執行的黑盒子 我們不用在意 Landa function本身是什麼 因為很多人沒用過 但是你只要記得一件事情 我原本在程式中 需要去指定集成 整合的其他的組件 我就讓其他的IC工具 幫我做配置就好 那這是一種體現的方式 那麼 做是怎樣可以做 什麼時候我們才要做 這樣子的一個重構呢 尤其是在無伺服器設計的一個場景下 大體上有幾種可能 第一個就是說 你可以盡可能的利用 你所使用的這個運算環境的平台 不管你在友商 在AWS或者是你在定端的 任何的解決方案提供商 你應該大量的利用他們 提供給你的configuration的組件 去解套 因為只要你寫了程式在你的程式碼裡頭 它是公司的資產同時也是責任 所以寫進去了就怎麼樣 要maintain 要搞清楚它在哪裡 那這個是一個相對複雜的工作 那再來就是說你的平台 其實它的業務跟服務能力 會不斷的去提升 會追加非常多的功能的 所以像現在這幾年cloud 越來越多人用 在友商也推出非常多的商品 跟產品可以搭用 所以如果大家在建構應用系統 是訴求建構在cloud上的時候 那麼我有一個概念想跟大家交流 就是永遠不要擔心vendor lock-in 如果你擔心這件事情 你先問一下你家有沒有AD server 你離得開LDAP嗎 如果不可以那你擔心什麼 對吧 存在就是存在 有需要的時候再去想這個事情 再來 你的應用程式可能也需要不斷的去改進 因為你家的業務系統變了 對吧 所以你就應該要進入這個重構的階段 還有呢 你希望去讓你的運行環境的狀態變得更好 變得更好維護 那麼你就不應該讓你的那一包的應用程式怎麼樣 累積越來越多的責任 我想大家都玩過EC 大家都線上買過東西 甚至你玩過線上遊戲 你都會發現這些產品提供商或是遊戲商 它的功能是不斷疊加的 想像一下你是那個開發者 一直在你那一包裡頭 堆了一堆的資產 還是責任 還是你不負責任 那這個就越來越複雜 最重要的是 你那個資產那一包的那一個 artifact 不管你用哪個語言包出來 那一包 只要它越大包 它就是個cost 你現在跑在地端運算環境的夥伴 可能沒有感覺 打一包jar可能一G 也沒有feel 你放到cloud裡試試看 其實都會非常精彩 所以說 基於這幾個原則啊 我們來做這個reflecting的時候 有幾種潛在被大家關注到的pattern 你可能會感興趣的 自由聯小 我盡可能的講清楚一些 首先第一種會是像剛剛提到的 在我們做這種跨系統的通訊的過程當中 你盡可能的不要讓你的程式碼 去塞integration的工作在裡頭 你才有可能去降低你的複雜度 所以這個過程你可能包含像這種queue的操作 或者是想辦法去送資料到其他的資料庫 尤其是在做微服務的設計當中 現在科普一下問一下 你曾經或現在正在做微服務設計的朋友 可以舉個什麼嗎 好 欸 意外的少欸 謝謝大家 好 恭喜你 就是沒有那麼多痛苦的事情 好 那這件事情為什麼他特別關心呢 想像一下這個我經常用我自己做舉例 你一個人好手好腳的通訊 你腦袋叫走走路 是不是跟自己內部的通訊是簡單的 那分散事實都怎樣 把手拿走把腳拿走 拿另外一個組件跟你做溝通 所以你的訊息要傳遞 就會需要去捕捉被需要關心傳遞的資訊 那麼這個概念放進到微服務設計當中 我們會需要去做資料的傳遞 那在資料傳遞當中 不同的數據庫不同的資料庫 我們經常會用CDC的方式來做 變更的資料捕捉 告訴他合作方你應該做什麼事情 所以像CDC這種類型的工作 也不適合放在你程式碼裡頭 你應該也要利用你其他的工具體系 來幫你完成這件事情 好再來這個是剛剛提到的 就是說你的平台的服務能力有提升了 你應該盡可能去利用它 還有再來這個是剛剛提到了 你可以把你的這個 用程式想要做的事情呢 把它移到外面的平台去 這個都是剛剛提到的 我們快速來看一下 我們先再快速回顧一下 剛剛提到的這一個 如果我們把這個寄送事件 信件的工作搬出去之後 我的程式碼變得非常簡單 但是 它有沒有其他需要關心的地方 我們剛剛看到好處了嘛對不對 好處是程式碼簡單了 但怎麼樣 或福相依嘛 我們看一下有哪些點是需要你去留意的 首先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你是這個Lambda Function的使用者 你要做到這件事情通過平台本身把要整合的工作往外拋 那麼這件事情本身必須是一個非同步的使用場景 因為你的任務並不是即時完成的 對吧 所以你需要非同步的場景才能做到這件事情 那再來呢 這個執行的結果它會像是一個封裝好的一個消息的內容 很像是一個envelopment 它去丟進去 所以跟你原本的結構會稍微有點不一樣 還有再來就是說 你可能會在最後的這個執行結果才會出現它的樣貌 我們來看一下另外一個範例 這個是把你想做的工作呢 在你的程式碼當中集成把它給拔出來 OK 我們給大家看這個東西 好 圖有點複雜 但我口述一下 這個流程是這樣子的 這幾年這個AI很熱 所以有很多的人會去做一些自動辨識圖片的工作 OK 這個範例是這樣子 它希望是說 當我有收到一個圖片之後 我想要去辨識它 是什麼圖片的內容 把結果存下來 想像一下你做過了Drava的應用程式 你會從哪裡開始寫 你的web phone 對嗎 然後upload之後 把圖片丟到你那一台 sublet server或web server 然後那一台server就爆了 因為圖片太多太大 對吧 所以這個場景中 它希望做到的事情說 我把一個圖片上傳丟到一個 存儲的一個空間去 那收進來之後呢 這一個lambda function它就啟動了 因為它發現到有圖片丟上來了 我就自己去驅動它應該要做的檢查的工作 那這裡它通過了一個recognition的服務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個OCR的概念去辨識 只是OCR是辨識文字 它就是辨識圖片 它去辨識圖片 辨識完成之後把它存下來 告訴這個結果是什麼 這裡它有一個很大的一個挑戰就是 lambda function在這裡 它必須扮演這樣的角色 如果請求量越多 我們回應到Joseph早上講的那個場景 這個lambda function的execution model 其實也是那個shading per request 所以你的請求越多怎麼樣 你的lambda function的run time就怎麼樣 越多 如果這樣你沒有感覺的話 你想像一件事情 你現在用虛擬機 用你公司的機器去跑一個VM 跑一個web server 然後現在呢 可能有另外一個請求進來 它開了另外一個web server起來 它非常的恐怖 那lambda function它的這個概念呢 其實它不是一個 佔了一個完整的一個virtual machine 其實它也是shading的方式 只是說 它用了比較lightweight的一個容器 在運行裡面用程式 可是這樣還是很可怕 因為你的請求這麼大的話 這樣子的方式去做會非常的燒錢 所以我們可以考慮另外一個方式 來看這個東西 OK 我們可以實際的去將這個流程呢 改變成 當我的存儲庫發現到 有圖片上來之後 我就利用一個組件平台提供的能力 直接去對應 去對接到這個需要去做 圖片辨識的服務的工具 那就降低了這個什麼 lambda function的運算 這個東西其實借鑒的是平台的能力 那平台做了什麼 幫我們降低了我們做系統整合的工作 所以對你公司總體來講 帶來兩個好處 我打棒球 一個是 我每一次的lambda function的運算 它是按時間計算跟次數計算 另外一個是省掉你的開發工作 你不用在程式碼當中去處理 服務在哪裡 我該做什麼事情 以及它失敗的時候 我要怎麼樣retry 然後重跑這些工作 但通過這些東西去幫你們做掉它 好 所以如果這個東西呢 做起來就會像是這樣子 你可以不用看懂所有的程式碼 雖然是tapscript 有沒有人是tapscript hater 或者你是drawa hater 都好 你可以很明顯感受到 你的程式碼的工作量 是降低的 你真的只有去處理你要做的 這個業務邏輯的工作 省掉很多事情 OK 那麼我們再來看第三個範例 這最後一個範例了 這個範例是說 我們其實在做這樣子的一個 分散式應用場景下 其實大部分時間都是 事件驅動的 我有沒有什麼方式 把我不斷在傳遞的 這樣子的一個事件 可以通過pipe的方式 往後送 這個東西我們可以看一下 OK 這一張圖它想表達的是說 像剛剛那個場景 我有一個請求打進來了 那 我的londa function 開始接收這個htt request 做了計算 要把資料存下來 但是它可能要將 存下來的資料往後送 常見的場景是什麼 你在網站上購買了商品 下了訂單 請問你下了訂單之後 誰要知道這個訂單的結構 大家知道嗎 送貨的人要不要知道 物流要知道 庫存要知道 對嗎 如果你還有會員系統的 是不是要計算一下 你這個會員的積分要知道 對嗎 那我今天生意很小 我就做了這三個 額外的附加價值的應用寫上去 你生意越做越大的時候 譬如說還有封控要管理 對嗎 還有價格變動 越多人買 理論上價格應該怎麼樣 越高 所以你的產品那邊的價格的變價 這件事情會發生 這些東西我們要把每一次成交的資料 送出去的時候 這個DynamoDB 它是一個NoSQL的DB 它可以讓你去存資料 但是因為要把這個完成的交易事件發出去 你有幾種做法 兩大類 第一個是我主動打出去 打到另外一端 不管是某一個server 或是寫到某一個存儲區 第二種 就是通過資料變動的記錄的概念 像剛剛講的CDC 如果你是資料庫專家 那你可能知道 Undo log Redo log Bean log 這些東西去拋轉 對吧 那在這裡的設計上 它就通過了這個log的tracing的方式 去捕捉它的變化CDC 往後送 送到一個事件的hub中心 可以讓後面的人去收這些更多的可能 OK 那這樣做 其實它已經好像很不錯了 可是呢 還是有一個點可以留意的 第一個就是說 在存儲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同時去派發 這個資料被更新了 這個領域事件它已經發生了 那 在寫資料同時 又要派發這個事件到這個訊息中心 其實它是個典型的一個交易的保護的概念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經驗喔 你在寫Q的時候 有人現在還用GMS的嗎 有人現在還用GMS的嗎 沒有 好 恭喜你們不會犯錯 我想起我一個很真實的經歷 以前我的開發團隊跟我講說 我們現在有兩件事要做 當我寫下了一筆新的訂單的時候 我需要通知 另外一個訊息搜尋方 然後要把這個訂單深層資料 拋出去給他 我說OK Go ahead 然後他就問我說 但是資料庫跟另外一個Q 可以在同一個交易下被保護嗎 大家覺得可以嗎 它是Atomic的操作嗎 沒有人知道 搖頭是不知道還是不可以 不可以 但當時我傻傻的相信那個 JTA跟GMS 我以為都可以 所以呢 就發生了 我資料庫寫進去了 然後我以為訊息拋出去了 但是他fail 然後於是我要去想辦法去追 那些fail的東西 在這種場景下 它其實就不是一個原子交易的操作 那於是我怎麼樣 趕快處理error handling 還有為了避免把自己的系統打死 我要做retry 但我可能要指數型的消退的retry 我不能錯了就一直試 一直打 你要把它打到死嗎 不太可能 所以在這裡 我們可以換一個方式去幫你做 在這裡這個工具呢 當我們的資料產生變動之後 其實可以透過平台的方式 幫你把變動的資料 通過一個pipe的機制 直接往外走 那你的程式碼當中 是不是就不需要去處理上面這一段的工作 對嗎 一邊寫資料交易 一邊丟cue 是大家的日常 除非你的系統就是all in one 那恭喜你輕鬆 但如果不是 這是你常見的場景 所以最好的做法呢 如果你不是這些平台的使用者 那maybe 你在塞cue的時候 應該是用asynchronize的code 去丟 對吧 或者是更常見的是寫log 有很多的朋友 在寫大型的資料交易系統的時候 發現是寫log的時候 把自己的系統操爆 因為它是synchronize寫file 到時候自己的performance很差 是因為在同步的寫log 所以你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做它 可以帶來很多的改善 那這一系列的討論呢 其實如果大家感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這個 Enterprise Integration Pattern的作者 他在一個網站上寫了相關的介紹 EIP的作者叫Greak Hub 他現在也在關注著整個sublets的一個 實踐跟重構的歷程中 應該所關心的事情 OK 好 那你都知道這些了 但我們怎麼讓我們的這個 重構的工作 加入到我的開發的歷程當中 這張圖解釋了一切 你夠痛了 你就會去做 對吧 這跟所有的導入的概念是一樣 如果你沒有感受到 他實質的痛 你可能不會去做 但是呢 你也務必再想一件事情 重構的工作本身 其實是在你的軟體價值交付的歷程當中 它是必要的元素之一 有幾個guineline給大家做參考 我不是權威 但是我想給大家一個參考 第一個就是說 做重構期間 當然你會關心你的程式碼的 應用程式的整個的feature 是不是改之前跟改之後是一致的 那所以你需要一些測試的保護 盡可能的去優先完善它 那再來就是說 你現在在用的工具或平台體系 不僅僅是B公司 在其他友商也其實都會 往這個方向前進 如果你發現現有工具更好 可以幫助你去找到那一條邊界 因為業務邏輯工作跟整合的工作 可以越來越清楚的話 那你應該盡可能的借鑑那些工具去幫助你 還有再來就是說 你的程式碼當中 塞了越多的元素跟越多的信息 就會讓它越來越難維護 這個是一個真理 所以如果你想要保有你的工作 請用力的加 然後不要配合普克兵 絕對沒有問題 好 如果你真的已經在這條重構的路線上了 那麼這個樂高的VP 他給了幾個參考 大家聽聽看 第一個就是說 你必須要幫助你的開發團隊 去把這個業務目標放進這個重構的工作 我們經常聽到大家在談論 就是說技術在不會被動 因為它沒有價值 所以你要去想 我們如果它可以幫助你的latency降低 那麼它maybe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策略 像稍早那個Ian有提到 Ian蔡他在講Radius那一場的時候 我不知道有在的人可能有發現到 如果你的業務應用系統是做2C的 那麼你的SEO會影響對吧 那SEO影響的其中一個元素 就是你的網頁的生成的一個響應時間 佔了很重大的因素 所以多多考慮一下這件事情 它會有用的 那你怎麼turn into你的business goal 簡單 你的新客戶的獲取量 你的客戶留存量 以及他們在網頁待了多久就離開 你要抓到這些數據 就可以回來去告訴大家說 我們應該做重構 好 再來一個就是說 你應該要盡可能的 持續的去做重構這件事情 最好的辦法是 在你的開發的工作週期中 不管你是每幾個Spring去做一次 那希望都可以加進來 但前提就是第一件事情 你的觀察跟數據的捕捉 要先發生 好 那再來就是說 該做的事情總是很多 我們要做的事情是馬拉松 而不是一個短期的衝刺 所以你應該要盡可能留下來 這些技術在 它會是你的養分 我們履歷修讀設計 某種程度上 可以通過這個反向來幫助你 那最後一個是 你要讓它變成是一個 引入一些技術的 一個驅動的一個核心關鍵 因為你在做重構的時候 你會重新學到一些新的技能 新的方法 新的服務 甚至有一些Patterns 在你的觀察中會幫到你 那它會是一個多贏的策略 會對你非常的有幫助 OK 好 所以 那這裡可能還有潛在一些障礙 或不理解會發生 大家可能也在留意一下 就是說 我只是想要寫得快一點而已 我不想改 fine 那就是legacy產生的地方 那但是可能會不帶具有競爭力 還有再來就是說 我如果不去改造它 但我都把它寫在程式碼裡頭 其實我很容易懂 對吧 如果我們把所有的整合工作 都寫在自己的程式碼當中 我很清楚 可是它代價是說 你只是做一個區域性的一個優化 在你的公司的系統當中 如果是一個很大的團隊在做開發 你寫在你的程式碼當中 反而變成障礙 因為誰知道你寫在哪個reputery 哪個class 甚至哪個file 其實是沒有人知道的 所以你看的視角可以再放大一些 再來 如果我讓它拔出去的話 其實 可以讓它更好的去做potting 如果寫在程式碼當中 我避免這些平台的服務的提供 那我就可以隨處potting 對嗎 所以現在K8S在台灣 甚至全世界很熱門就是這樣子 但我要問大家 有了K8S你生意就好了嗎 在你可以potting之前 你先想一下你是不是還活著 OK 好 所以我們回歸總結一下 剛剛聊到的 整個automation在cloud的系統的 建構歷程當中 其實它不是一個事後去想的事情 而是你應該要一開始就去想一下 怎麼樣去把這個應用程式開發 跟整體的系統的組件的合作關係 把它給搞得更清晰 這個視角是我們平常單純做software design 或者說做software architecture design的視角當中 你平常不會去發現的 很多時候你不需要做所有的工作 但是外部的tooling可以幫到你 OK 所以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話 大家可以去掃這個qrcode 或者是看這個網站 有一個叫做servelessland的網站 它會把今天我講到的部分的東西 蠻詳細的寫在那裡 那希望對大家在做後續 感興趣在cloud進購系統 而且希望能夠做serveless網上的推進的話 會有幫助 OK 那就謝謝大家的時間 這是我的分享 謝謝